國防部預告修正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新增總統發布全國動員令後 為因應新聞和不實訊息處理 應對出版事業 廣播電視事業 網路平臺等 實施調查統計編組和規劃 軍事迷記錄到澳洲軍機罕見超低空進入 我國北部防空識別區 高度僅一百英尺 空軍廣播距離 雖空軍不評論 國防部也偵測到二十五日上午六點起 至二十六日上午六點止 徵獲共機十架次 共艦三艘次 持續在臺海周邊活動 中國對臺威脅連年升高 國防部預告修訂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增訂動員實施階段徵購 徵用與發責等規定 法案新增 暫時由總統發佈全國動員令後列管媒體 荒台物價或是無正當理由囤積物資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散播不實訊息 則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若網路傳播加重其行之二分之一 同樣緊繃的美中關係二十四日 再度在南海上空對峙 共軍殲十一戰機與美軍P-8偵察機 一度只有152公尺 美軍機的隨行媒體全程直擊 美軍強調中共違反國際攻法 把南海視為內海阻撓各國飛機飛越 美國將持續在南海活動 維護南海國際公海的自由航行暢通 記者黃曼西齊文 真理報導 南海溪 美軍